摄桃香农会18日举行庆祝农民节 暨农业政策宣导活动 县长魏明谷表扬80多位杰出模范农民 感谢他们对农业的发展贡献 活动同时宣导农业政策 提升农民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期望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农会在我们立场中间最重要的 努力经营资产 农民的农会所谓的业绩最好 农民的农山品的肥股、停销 做到有生有色 特别我们农会 大家都非常好方向农会 农会当作自己的家 农会当作我们社区的五手笔 所以农会都有大家的关心 大家的招待 让农会的经验举行越来越好 每一次的农会基本管政务 也都会共享胜举 我们社导乡 我们的主力産品 我们这个芭蜜 跟我们双坡 这个农境 还有我们的兜米 所谓 定定这些农産品 这几年以来 在我们农友 辛苦 技术改变之下 这个品质都能提升得非常好 尤其在我们农政丹尾 改变丹农丝辅度之下 我们农友用心 所以我们这个芭蜜 尤其芭蜜的价格 不断来提升 最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品质 现在能够说非常好 社头香农会 全力发展一箱一特色 大力推广社头香 所盛产的 桂圆肉 桂圆面 龙眼蜜 芭乐 两植浊水米等农特产品 同时开发特有的 伴手礼盒 行销全国 成绩丰硕 公益频道张华允 社头采访报道